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 猪肉丝 高汤 酱油 酒 糖 太白粉 鸡蛋 首先我们要把买回来的猪肉全部切丝 切成很细的丝之后用一点点料酒 还有一点点太白粉再加一点点蛋清 把它抓着一下 抓着它这样会软一些在炒的时候 然后同时把海米跟香菇用水把它泡开 一般虾米泡一小时就可以了 香菇泡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泡好之后把香菇切丝放到旁边去备用 同时在另一个碗里面您需要把米粉也泡开 在锅里面起锅把油烧热了之后 把刚刚切好的肉丝还有葱丝一起放到锅里面去炒 炒至八分熟的时候拿出来放到旁边去过一下油 这个时候锅要另起 起锅的时候我们这次要炒菜 把刚刚切好的胡萝卜丝以及这个包心菜丝一起下去炒 炒到快熟的时候把刚刚这个肉丝再放回去炒 炒到全部都熟了之后放到旁边免费备用 那我们这个锅还要第三次在一起 在一起的这一次我们要先爆香这个虾米 刚刚已经泡好的这个虾米 炒到香味出来了之后放入香菇再一起炒 炒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加一点点的高汤 不要加太多 加差不多一碗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这个煮一下 煮的时候放入一点点的糖 还有一点点的酱油 让它有一点颜色在里面 这时候这个米粉已经泡好了 把米粉放下去 让它一起这个炖一下 再把刚刚炒好了所有这个菜一起放下去 等至这个米粉全部把这个高汤收干的时候 这道菜就做好了 那出锅的时候你如果喜欢 也可以上面再浇一点点的麻油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实锦炒粉丝 那我们看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告诉我们 做实锦炒米粉 米粉最好选用新竹米粉 然后用温水把它泡软 然后把它沥干再加配料 焖炒就可以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鸡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